歌哥 来 哥哥 我给你商量个事呗 什么事 你看 咱们这次任务是给各大武林门派送英雄铁 玉女风最后一战 上个月是你上去送的铁 这次让我上去送的 这为什么呀 哥 这样 我听说玉女派全是大美女 弟弟现在还单身 说不定这次上山 下山回来以后 给你找个弟妹啊 弟弟 作为你的老大哥 有件事我必须要让你知道 这个人越多的地方就越危险 既然如此的危险 那么还是让我去吧 你干什么 哥你没发现你最近有点不要脸了吗你啊 什么事啊哥 我跟你说 谁都知道 你娶的也就是我嫂子 那可是江湖上第一大美女啊 啊 而且 哎 哎对哥 你怎么追到我嫂子 你叫叫我呗 哎呀 弟弟 你才35岁 照什么去嫂子一下 对不对 再说了 这个 这个女孩 是有技巧的 哎 哥 就哪说 这个女人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好像真不知道 哥 你你你笑笑我呗 我叫这个真棒了 你笑笑我们 你贴奔太差 你真是没有我好笑 哎 弟弟 你宇佩挺好 请我带来一趟呗 不是 哥 这块宇佩吧 是祖传的 就是以辈传以辈 我准备传给我儿子 不强求 弟弟 不强求 当哥什么都没说 哥走了 不是 哥 那个 你要想要就拿走呗 是不是哥 而且吧 我最近发现 这个宇佩我带的 就是放我身上 顶了挡了 顶了挡了 老是不舒服 哎 我看你叠你身上 哎呀 哥 哎呀 好看 我看我 哎 你这样好吗 挺好 我觉得这个女佩 我这个眼泪 血配 弟弟 弟弟 我告诉你 就这个女人 弟弟 我怎么有点冷 你知道吗 哥 懂吗 其实这样 其实我不抗动 而且咱还有很多路程 没有抗动 不强求 不强求 弟弟 全当各生都没数 哥懂了 我倒 不就四肩衣服吗 哥哥 而且吧 哥 我觉得我穿这件衣服 就是逛里逛机的 也不好 不舒服 来 我看你穿得怎么样 哥 四肩好吗 好 漂亮 哥 这个颜色特别合你 你衣服 你给我做 你 来 哥 我给你装饭 装饭 快叫就我 你过来 弟弟 你知道为什么你一直找不到弟兄吗 不知道啊 这个罪求女孩啊 一定要大胆 简单明了 越简单越好 跟她大善 就是把姐姐 就这个问题回家自己慢慢问好不好 简单明了 弟弟 你看 上 最简单的方式 你给我上 你是个女人 是啊 女人是什么 你有病吧 个头抹我 你看我 你请留步 你是一个女人 你是一个名一样的女人 自我介绍一下 我 飘忽的行踪 不拘的性格 而有一些反叹的我 这就是我 像风一样的男 你好 我是炮哥 你 你就是 炮哥 你就是一个月前 在玉女风 唱山丘的那个 炮哥 正是在下 你是 我 我是玉女派的桃花儿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月上柳梢头 你在山岗 唱山丘 你的那首山丘 唱得我 唱得我心都醉了 全蒙大家厚爱 那只是我众多不成熟作品当中小小的一个 什么 哥来来来 嫂叫你回家吃饭了 走走走走 你别欢了 妹子我跟你讲 我嫂京城第一大美女 你不用等她了 你赶紧走吧 快走吧 走吧 不是你干什么 那是我个个迷 你真行啊 哥 连自己弟妹你都不放我 你看把玉吹还我 哎 动成啥呢 给万一动鞋还得往回腰的 哈哈 哎呀 小年轻儿 太莽撞 弟弟 你知道刚才你为什么会失败呢 教友不深呗 哎呀 你只掌握了我最爱子的一点点皮毛 真正高级的 我还没叫你呢 还真叫你闹死了 还我学色皮毛 还你也更好笑成呗 我真让你不说 哥哥